這是這次的舞台 夾打 他是用粉辣的句話 很喜歡用粉辣 粉辣比他其實也可以做出很多相對才的 非常好笑 然後 而且又是小朋友會經常喝到的 你們應該都擁有粉辣比吧 所以 擁有粉辣比的時候也會吃個用 不要只是擁有粉辣 他其實輕輕的吹拉 他就可以做很棒的效果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驚喜 好 再來這邊 就是另外一個系列 叫做頭小孩系列 他一共有三本 就是其中第一本 那這本書就是 台語的老丁男人都有聽過 就是像猴子一樣玩皮頭小 那這個故事是在畫我兒子 大概要生小一的時候的故事 那時候學校 我就覺得學校一定要做自我介紹 現在很多人要升一年級 暑假過人的聲音 喔對 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畫這個時候 喔 暑假過完對不對 那這個 有沒有很重要 這麼高嗎 那你怎麼沒有 那你怎麼沒有 千萬不要這個時候 都要在家公司的房間 好不好 好 那 所以 這小孩子都會很難 那其實到了最後面的時候 會發現我把他 這個 其實 那 那其實我們都不是身體感到 就是用電腦繪圖 所以 你們看到一個三幅畫 他也是用電腦輸出 但是 電腦繪圖不是電腦在畫 還是人要畫 對 只是因為 繪本呢 他最後要透過印刷 所以他 而且他的故事可能會反過的調整 所以他常常會需要修改 那電腦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但是你要有非常深厚的繪畫的基礎 就像你們從小愛畫畫 還是要了解各種媒材 然後有各種的表現形式 你才能夠很準確的掌握 然後最後只是透過電腦 有一天 可能是禮拜天的早晨 本來小朋友 前一天媽媽答應說 我們明天要去動物園玩 可是沒想到 那一天一大早 大家都還沒睡醒 突然動物已經整裝 然後悄悄的向城市移動 做的捷運 所以看完村沒有文字 但是他透過這個動物金木介紹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我更多 我大概出了哪些作品 你可以看到這些搭捷運的動物呢 他們也有在看出 雖然原始的樹上是沒有的 然後上面呢 好像車廂廣告那一條呢 也是我其他作品的一些品名 所以當然我想現在資訊很發達 如果你想要了解我更多的作品 你也可以上網去查 我有臉書的粉絲頁 然後也會定期更新 那我剛剛致詞講到一半就是 我說我以前耳同會話都不會得獎 我其實是想鼓勵大家 不管得獎沒得獎 其實真的是自在參加 然後你真的對畫圖有興趣 你只要願意堅持下去 然後持續 我不是我按盤的安裝 你現在數已經30分了嗎 我沒數耶 但是差不多 因為我一直在是持續進行式 所以像我現在手上可能還有 好幾本書一直在裝 所以因為也要填薄肚子嘛 所以一定要有出版 不然就活不下去了 好幾本書